上周六送大家的免费最强战报 果然是最强 有索取的都是见证者 加上说什么 说万八是基本款 台北股市就是会大涨 今天涨了200多点 那航海王的逆转胜 最强暴力规划图 也送给会员对不对 今天确实没有错 走势跟我们的规划 完全一模一样 航海王逆转胜特工队之外 我上周五的节目已经预告了 八月将将跟会员 就是最强航海王 七月避开暴跌后 八月会有这个利润 但是有一个重点 你要特别留意哦 七月份主攻电子 好很多电子涨高 基期变高之后会震荡 那震荡的资金 会移转到哪里 移转到钢铁跟航运 所以七月过完之后呢 八月有三个主轴 第一基期的电子股 钢铁人跟航海王 其实我今天进来的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曾经的节目 好整个今天是八月第一天 台北股是大涨255点 整个主轴只有一个 七月我们完整避开钢铁 完整避开的航运的暴跌 那八月份三个主流 缤纷三路 第一个低基期的电子股 第二个钢铁人 第三个航海王 为什么你来看哦 来好 这是今天的长龙 有没有好 找盘低点 所有上个礼拜来找我的 你今天不可能砍在这里 你今天砍在这个地方 你收盘就哭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是姜老师的预告 好 那整个行情来看 好不好 这是运输航运 请问未来扣低还是扣高 扣低嘛对不对 好 那钢铁请问未来扣高还是扣低 是不是也是扣低 但是OTC请问有没有扣低 没有 懂我意思吗 所以整个主轴跟七月份 会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上周跟各位预告的 就说我有本事都事先讲了 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一起来操作 一起来获利 好 我们礼拜六的战报 所有有留言的 加168大名电话的 我都免费送你 我说战报是免费的 战报是免费的 我跟各位讲理由 什么原因我们看好 万八只是基本款 万八他只是基本款 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 那台北股市他就是会大涨 来航海王的逆转胜 包里图会员都已经有了 那逆转胜特工队 整个八月份有一个族群 会终结七月的修正 会有很好的获利 那园区第一手爆料 涨多电子股 因为某种原因它会震荡 那股市会涨 涨多的会震荡怎么办 聪明资金会移转 会移转到低基期的电子股 还有钢铁还有跟航运 你看这个钢铁 这是我们的航运 有没有 航运高档跟我讲 跌破跟死差 有没有 你来避开风险 是不是完整的避开风险 可是贝离啦 周转折即将扣低啦 所以绝对不可以砍在低点 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你七月很苦 但是我说过寻找扬长万 我通通会把你救回来 你七月份在航运输的钱 我会全部帮你绑回来 就是江阳老师的霸气跟专业 所以这个航海王逆转胜特工队 请各位把握坚持组胜 坚持组胜 专攻起掌 我们之前五档持股 能够都赚超过一倍 甚至有两档 赚超过200% 就是我们的专业坚持组胜 坚持组胜 绝对不最高 现在很多个电子股 一半以上的电子股 八月会震荡 它不会让你赚到暴利 这是我的预告 所以你必须要坚持好技术 坚持好观念 才会有看众大道 你看我们的惊鸿 赚超过200% 金星科赚242块钱 翔硕赚了快1000块钱 好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华旭 也就是说雪球股 以上的股票因为成本很低 所以你已经不能够再去做追价 不能再去做追价 但是展望8月份呢 电子航运钢铁都有机会大赚 都有机会大赚 也就是说你看到今天 今天为何天域涨停 低基期高成长有没有 整个7月的下半月它没有喷 所以你要特别特别留意 另外呢业绩暴冲股 就是我讲的什么 7月营收马上要公布了 这些有机会暴增的股票 你提早做布局有没有 上周布局今天就开始拉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请各位 8月的行情比7月更多更好 但是你要会做 欢迎大家一起来操作 一起来获利哦 这是我的节目 YouTube的频道 帮我做订阅按赞跟分享 那这是QRコード 如果你还不是我的粉丝 你可以扫描QRコード 这边是生活圈 这边是Telegram 请各位及早做加入哦 我是全国唯一一位 电子产业记者数据分析师 那最重要是什么 是我们有独创很棒的 惊人的预告技术 我们从15159一路喊多 喊多的原因是什么 他不是黑天鹅 疫情不是黑天鹅 后来你印针对不对 他是他变成蝴蝶了 他是毛毛虫变成蝴蝶了 然后呢带领我们飞高高 好来头发上个礼拜又来一次啊 上周路股大跌港股大劫 大家都害怕 我说什么 他是另外一只毛毛虫 是吧 没错吧 懂我意思吗 是说在最关键时间 你需要我们的引领 每一档股票都是坚持主升 才能够创造波段的获利哦 来头发来跟各位分享 为什么会大涨 之前涨3000点回测1000点 两个多月涨3000点 两周还涨几点是多头惯性 就是说回档三分之一 以及符合技术面的多头修正 另外呢科技景气长线无余 长线是没有问题的 科技景气呢 长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台股很便宜啊 股价净值比很低啊 扣掉台积电之后更低了 懂我意思吗 而且现在不管是外资 或者是本土的法人机构呢 都把目前台北股市 所有的上市贵公司 企业益域的EPS获得调升 懂我意思吗 如果基本面成长不够 是无法调升的 好那EPS预估值调升之后 台北股市 哇股价净值比更低啦 所以他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认为18000 他只是基本款懂意思吗 你要懂结构 你要懂产业 你要懂基本面 你要懂总金 你要懂资金的流向 懂哈 来好不好 这是运输哦 运输高档不要追 运输高档要扣高提醒风险 跌破反弹逃命会重挫 完全验证 7月奖的运输航运股 完全验证 那8月份我会带会员 变成全市场最会赚航运股的航海王 我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 钢铁之前赚2成3成4成 高档不要追是回来了 是回档三周 够漂亮对不对 好了高档不要追 低档就把握了 你看今天今天的航运股 今天的钢铁股是不是很强 懂意思哦 我不是今天涨才讲 我上个礼拜已经领先全市场预告 就是这样的实力了 请各位跟上哦 所以展望8月份 特别留意一件事情 已经喷出的像敦泰啊 好像很多的这个中小型的电子股 已经喷出有些涨8周了 有些涨8周了 你涨8周才去追 纵使有赚钱只剩短线的 它没有暴利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只剩下低级 低级期的电子股 还有呢 7月8月营收会继续暴冲的 可以继续做 可以可以这个继续赚 那除此之外呢 航运钢铁 兵分散入 这是我上周就领先预告的 不是今天才讲 所以请各位把握了 来 我常常跟各位鼓励了 加油打气 学习永远是最赚钱的投资 没错吧 我们技术班很棒对不对 你学技术不只是学技术指标 学我们的转折预告能力 还有很多的正确 进入股市之前 正确的观念 都透过技术的课程呢 跟各位分享 让你真正能够达到有一天 真的变得很强了 财富自由了 可以靠自己的一技之长 在股票市场里面 赚稳定的获利 这是我们的目的 这是我收会员 教会员技术的唯一的目的 希望你能够在股票市场 永远可以圆满幸福平安 赚到钱 懂意思吗 来好 主身段标股 这是江老师 点股曾经节目的主轴 你做股票方式确实很多 真的很多 但是我认为只有主身段标股 这件事情能够帮助你一辈子 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要做只能做主身段 你这辈子学习把主身段标股 做好你的一生无余啊 一生无忧啊 你看这个第一桶 是不是赚200% 赚200%以上 这是主身段的魅力 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咯 来我常常说什么 主身段是种样貌 主身段的模型 主身段是个康庄大道 懂意思吗你看哦 这是未来的转折 他扣低 有没有看到转折扣低 未来会喷的转折一定是扣低 你看当初这两股票这样喷出 赚294元 请问我刚刚给各位看过了 未来三周的钢铁跟航运股 是不是扣低 懂意思吗 所以你不能在高档做多 低档看不好绝对不行 如果是保持把持那种心态呢 你再多钱都会输光 懂哈你看普城 当初普城也是扣低啊 扣低然后呢 就可以赚了131% 可是你不能等8周 涨8周才追啊 是不是很多电子股 类似普城 我们赚131% 你才去追你是输的 同样一张股票我们赚 我们做是大赢 那为何你去追会输 都是追高 都是追高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哈 兼职组生中工企长 绝对不追涨停 绝对不追高 听我的我不会害你 我每天讲每天重复讲哈 好来哦你看这什么 金红我们没有追高 你看哦我们不追涨停 我们不追已经碰出的股票 但是我们买金红 竟然可以赚196% 259%是不是赚超过两倍 所以事实证明你要赚暴利 不需要追涨停 你不需要追高 这是我的理念 来这是伪权店 每一档都是买在 没有人要的低档区 这是我们金人的优势 我们掌握的技术 我们掌握的产业 未来的成长性 你看伪权店是不是赚翻了 是不是装到创地值新高 你看买这里能够赚波段 买这里就不会了 可是这里量很少啊 你看这里量很少 这里量很大啊 散户量很少不敢玩 散户量很大拼命玩 是不是量大成风都不能够玩 是不是好这是正德 你看赚106% 是不是啊 这就是坚持主身的回馈了 所以我就一直跟各位说 同志朋友做股票赚钱方式 确实很多 可是我只给会员一个 要赚就赚主身段 没有第二个选择 有没有这是享受 扣低值掌握了全国 唯一独家的利多 好不好赚965块钱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更好 可是涨高啦 我会员买这里 我不会带你追这里 但是我会帮你复制 我就是有本事找到底部起涨的 你待会看你就知道了 我们金浩克扣低值 是不是赚172% 钢铁股我们前波赚2成3成4成 我们这波的股票没有一样 没有一样没有全部一样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跟上 好我们之前是不是做光解 是光解是喷翻 好金星科是喷翻 好这是十年大底 有没有还记得吗 这是十年大底的股票 我们就是有本事把它抓出来 有没有这是十年大底 这是很明确的十年大底 有没有看到十年大底 好那十年大底抓到之后呢 已经喷3成6了 所以我这里买是不是低档 但是我这里不会带你追 我永远不追高 这是我的坚持很抱歉 就是不追高 就是不追涨停 有没有敦泰 好我们选择获利出清 我们认为够了 资金转换其他标股 赚54个percent 华讯有没有 都是买底部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你跟我操作 我通通带你买这个底部 也就是说坚持底部起涨 坚持不追高 来哦 你看这涨股票很厉害的吧 上礼拜四推荐的 推荐给会员清代会员 买进上周五涨7% 那今天涨8% 为什么 上周就是今天 是不是又是底部 买底部赚喷出 为什么 7月营收很强啊 是不是你看哦 完全没有公布 我们先知道 先知道就先获利了 是不是 那等市场公布之后 我们就获利调节 那就是我们的优势 你跟上来就对了 来这是另外一档 你看 7月营收暴增 趁公布前布局 上礼拜小拉 今天也是拉啊 等它公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获利减买一半了 懂意思 所以这就是优势 来这是天狱 你看哦 我们之前赚7成7 那天狱今天为何涨停 对吧 为何今天天狱涨停 其他的无法涨停 有很多很多 今天很多蛮多电子股 冲上去就尾盘就下杀 就下杀 对吧 为什么 为什么会下杀 对吧 为什么天狱不会 低基期 你会发现 这是我常常画的线 有没有看到 又是一个大山导收链突破了 扣低值了 是不是 那这就是低基期的好处 懂意思吗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 这是你赚钱的方法 那展望8月份呢 电子航运钢铁通通有机会获利 头发来哦 你看这是今天的航运股 这是今天的航运股 有没有 跟上周不一样了 这今天的钢铁股 是不是跟上周不一样了 是不是 好你看哦 钢铁股 整个钢铁股头发 这是扣 我们之前赚4天 就这一根扣低值 扣低值赚多少 赚2成3的4成 好刚涨出道之后呢 避开4周下跌 本来都是第5周 那未来3周它是扣低啊 有没有看到 好那一样哦 来看什么 来看航运 未来3周它也是扣低啊 好不好你看哦 这里扣低它会涨 那这里扣高它就不会涨 是不是 那就是全国最强的技术 所以我说7月避开航运股 8月我是航海王 我们是最强航海王 原因何在 是不是随便乱做乱赌 不是啊 是完全按照有预告能力的技术 懂意思吗 那这就是优势 就是很棒的优势 好你这辈子坚持 用我教你的方法重复去做 主身段有其样貌 主身段是这种模型 既然是模型 可以复刻可以拷贝 你就想尽办法把扣低的找出来 把主身段标股做好 做赚满这样子就OK了 懂我意思你不要去追 每天都去追涨停 你不要每天跟别人一样 都去追强势股 那种方式 一半一半的几率 说你去追进去之后 未来涨跟跌 几率各一半 那各一半都是赌博嘛 十赌就九输嘛 九赌就必输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观念很重要 心态要对 观念对 然后掌握第一手产业讯息 然后有很棒的预告能力的技术 那谁能欺负你 主力永远无法坑杀你啊 所以请各位积极把握机会了 你可以透过两种方式 马上要公布7月份的营收了 有蛮多的还会爆充 营收非常之好 趁着公布前提早做卡位 享受市场台下的喜悦 透过这种方式 两种方式 LINE生活圈 跟我们做联络 留言加168 或者是0800668085的电话 跟我们做联络 那听清楚了 你手上套牢的航运股 我每一档都会帮你诊断 然后呢现在不换股了 会帮你来回坐价差 会帮你把7月份航运输的钱 通通赚回来 我就是有本事 你看今天今天开盘不能够杀 是不是 就是你今天杀下去 你收盘你就糟糕了 你的脚步会大乱 大乱之后呢 你会越做越乱 会越输越多 懂意思 就是江老师上迪被跟我讲的 航海王逆转胜 暴力图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你还没拿到的话 来电或者是跟在 我们的LINE生活圈 跟我们做咨询 来 坚持底部起涨 坚持不追高档 坚持好技术 坚持好观念 这才是江老师强调的 对全国散户最有帮助的康庄大道 展望8月重复一次 我今天讲N次 我不是今天才讲 上周就说了 电子航运钢铁都有机会大赚 那但是强调电子 你一定要避开 涨8周涨5周的高基级电子股 一再重复苦口婆心 因为我看得懂 所以我都专门负责 专门负责4000给各位分享 高基级电子股要避开 只能做有高成长低低级的 还有航运跟钢铁 请各位跟上把握了 你看是不是低低级高成长 天宇果然涨停啊 好那业绩包装股今天涨8个%啊 是不是所以请各位把握 航海王逆转胜特工队 还持续上演当中 请各位把握机会 在我们正式结案之前 你都可以参与 你都来得及 你上周没有来的 你本周都有机会来 为什么 因为下周才正式真正的扣低值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 那全新的复制天域啦 复制之前的这个雪球股啊等等 新标股我们会即刻带你进场 当他出现讯号就带你进场 请各位积极把握机会 还是至于老化有没有 关键时间7月份的主流 跟8月会完全不一样 我讲了很多次 跟各位做过原因的 这个杀盘推演的 所以你不要等明天 明天太遥远 今天就行动 自己好好把握机会 全新的主身段标股 还有航海王的逆转胜特工队 请各位自己把握机会了 祝各位操盘顺利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